谢谢啊 谢谢护士 爸 双双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双双怎么说的 放心吧 没什么事 轻微骨折 打两个钢钉 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呢 是我告诉她的 林老师 这事林双早晚都会知道 你就不应该瞒着她 林老师在家 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下来 把脚给甩骨折了 有这种事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软到麻烦人家 叔叔啊 没那么严重 你说你 天天在家又洗衣服又做饭呢 还得带着果果 你那两个要命的公公婆婆 没事再给你弄点事出来 够烦了 我也不想给你再添乱 没大事 放心吧 谁呀 快接吧 快接吧 万一有症有症呢 你接一下 喂 您一身不想跑哪儿去了 你爸一个人在医院做胃镜 你就把她扔下不管了 你这太不像话了吧 你妈的电话那边都哭成累人了 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 喂 说话呀 喂 你说话呀 我爸骨折住院了 我现在在住院部 我现在在住院部 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怎么不走 你怎么不走 我爸骨折住院了 我现在在住院部 我现在在住院部 你怎么不走 你怎么不走 我爸骨折住院了 我听见一夜 相机任地 快来 再帮你 期待 ению 来 来 再往前走一点 好 可以了 来 方向往左打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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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啊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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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谢谢啊 不客气 主要您旁边这车 看起来挺贵的 我怕您倒车给蹭到了 咱俩都麻烦 是 先生 我听您看车 这车见得可少啊 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 这车 反正比我的车贵 比你的还贵啊 你们老两可 可真是好福气啊 不光女儿孝顺 连学生都这么贴心 是啊 我们顾许啊 还很优秀呢 年纪轻轻的 就当了首席总裁了 还上服务司榜呢 爸 怎么样 贵明来了 还疼吗 还好 没什么事 你出这么大的事 也不第一时间 告诉我和林霜 还是林霜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 告诉你有用吗 林霜还要照顾你的父母呢 能有时间吗 没事 没事 这不顾许在呢嘛 她在一样 顾许 没想到这么快要见面了 我们家的事儿麻烦你了 不麻烦 高中的时候啊 都会林老师和师母照顾我 我才能顺利考上大学 有这份恩情在 我孝顺老师跟师母都是应该的 老师跟师母跟爸爸妈妈肯定不一样 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 不走了 决定留在国内了 那你国外的公司怎么办啊 早就卖掉了 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 不用再为钱操心了 只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一点啊 我还是支持顾许的 这年轻人啊 就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出来 这不能总向前看的 是不是 林老师 这么拿着方便带啊 这顾许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 通病下去了吧 顾许 谢谢 那再也就应该告诉我一声 那再也你就应该告诉我一声 告不告诉你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我好心里有个准备 不然你听她说那话 你不觉得特别地虚伪吗 谁不想财务自由 谁不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她削那苹果 给爸一块 给妈一块 你让医院里的人 还以为她是你老公呢 老婆 老婆 到了 我怎么停这儿了 停下车 一会儿你回家 说点儿好听的啊 爸妈年纪大了 老人嘛 你得嘴甜点儿 往往就好 不管什么理由 你不打招呼 把他俩扔在医院 那都是不礼貌的 是不是 你干嘛去 我加班去啊 你每次加班都挺是时候啊 咱俩不说好了吗 我主外 你主内 知道你辛苦了 我也不想加班 供自己一堆烦心的事 可我不去没钱赚呀 谁养家呀 我这么努力的工作 不就为了给你还有果果 给你们遮风挡雨吗 回去吧 遮风挡雨 岂不知很多时候 家里的风雨更大 我给你遮风 冲冲药给你遮风 谢谢 林壮 刚才我和你爸爸换了衣服 你去洗一下吧 好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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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吗 你 好 哇 我 林霜 你脑袋坏了吧 既然辞职做家庭主妇 如果你觉得 照顾不过来小苹果 可以请保姆啊 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以提前退休 我帮你带 妈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事业嘛 想继续随时可以继续 但孩子的成长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这是我跟温明 一起商量之后决定的 我来问你 这孩子是你一个人的吗 为什么改变人生轨迹 做出牺牲的是你林霜 温明牺牲了什么 既然有人要牺牲 不管是我还是温明 那不都一样吗 妈 我全职在家就是三年 就最多三年 你等小苹果上了幼儿园之后 那我再重新回来工作 就好了 妈 莫莫 爸爸 妈妈呢 一向支持你的决定 但是这件事 我希望你能够慎重地考虑 我跟你妈妈这么多年 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 和金钱培养你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让你实现自身价值 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不是让你去为人家洗衣服做饭 在家庭琐事当中 消耗你的青春和才华 那照顾孩子 经营好一个家庭 那也是一个成就啊 你们不能这么看清 全职主妇的价值 就是因为知道 做一个全职主妇 牺牲有多大 有多不容易 所以才担心你啊 这我跟你妈都是过来人了 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 万一真有一天 你跟温明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你该怎么办 真到了那一天 你会后悔的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就算有 我也不后悔今天的选择 真的很不公平 成为母亲后 仿佛连说后悔都是有罪的 我多么希望可以不后悔 多想相信一切付出 都是值得的 可是这些话 就算我对旁人说上无数次 也无法骗过自己 是的 我后悔了 但是后悔 不代表认输